美國聯邦參議員6日訪台 宣布將捐贈75萬劑疫苗作為捐助 對此資深媒體人王上志在社群發文表示 有媒體親綠名嘴和主筆的助理向他透露 他們的主子已向當局表態跟施壓 非要打到美國疫苗不可 且指明要莫德納或BNT疫苗 甚至還說要幫身邊的親朋好友提前搞定 引發外界爭議 每一個人都不想去當白老鼠 也不想去打副作用太多的疫苗 可是 政府真的能夠容許這種情況出現嗎 假設這一切都是真的的話 請問一下 這些人在危險程序上 真的高過其他人嗎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去考慮的一件事情 那更重要的就是 今天為什麼會造成這樣子 大家要動用特權動用關係 到處去找這種管道來打疫苗呢 不就是因為政府整個在疫苗採購上面 在整個期程安排上面出現了重大的錯誤才導致的嗎 台灣今天是花真金白銀耶 你花了300多億的預算 在全世界去買疫苗 結果為什麼第一個買的數量這麼少 第二個到現在為止 真正花我們自己錢去訂的疫苗 1000萬的AZ 505萬的莫德納 到現在總共才來多少 總共才來一個AZ11萬 莫德納15萬 總共26、7萬 就這麼一點點 那我們剩下還有1000多萬的疫苗呢 為什麼到現在都不會出現 所以政府顯然出現了重大的問題 不要告訴我說是中共打壓 中共沒有這麼厲害 它沒有辦法去打壓到英國 沒有辦法去打壓到美國 那美國都能夠贈送我們75萬劑疫苗 表示美國的疫苗餘域還是很多 那請問一下 這中間到底出了什麼狀況 當初約到底怎麼簽的 請問一下 你們到底真的有沒有買到這些疫苗 還是從頭到尾都只是一個宣傳騙人的伎倆 我們說要成立疫苗監督小組 到現在成立了之後 沒有開過半次會 所有的內容完全不透明不公開 沒有辦法告訴國人 你們到底怎麼採購疫苗 是用什麼條件 什麼時候會來 都不知道 然後政府一騙再騙 用各種方式告訴我們說 什麼6月底會來200萬劑 到了8月底的時候 總共會來1000萬劑 可是那加上國產疫苗之後的結果 到底什麼時候疫苗會來 你們跟人家是怎麼談的 不是國際談判專家嗎 到底怎麼談怎麼簽的 政府要清清楚楚給國人一個交代 不然的話 接下來為了保命 我看各種利用特權走後門的東西 會層次不窮 這是我們絕對不能允許的一個事情 台灣其實得天獨厚 上天給了台灣多了一年多的時間 這一年多的時間 我們聽到政府不斷的各種宣傳 告訴我們什麼超前部署的多好多好 提前準備了多少多少 台灣醫療量能絕對充裕 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結果事實是什麼 事實是當 病毒一入侵之後 看起來我們的醫療量能完全不行啊 所有東西完全沒準備好啊 死亡率節節高升 已經超過了世界的平均水平 這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 我們的政府到底在幹什麼 到底是有政府會做的事 還是有政府會唬爛 因為我們完全看不出來這一年多的時間 政府做了什麼準備 存接了哪一些物資 幫我們留下哪一些量能 根本就看不出來啊 所以很明顯的 這個是有人應該要負起這個責任 到底這一年多來政府去做了一些什麼事情 把我們的錢花到了什麼地方去 那現在為什麼以台灣的醫療量能水平 理論上來講我們的死亡率不應該這麼高 世界各國死亡率會這麼高 多半都是因為 整個醫療崩潰了之後 才造成這樣一個偏高的死亡率的結果 如果是控制得意的地區 他的死亡率是不至於這麼高的 比如說像越南 他的死亡率就遠低於台灣 香港的死亡率也低於台灣 那台灣到底出現了什麼狀況 這是不是因為我們一直不願意廣塞 一直不願意去做大規模的篩檢 所以導致了我們真正的染病人數 根本沒有抓出來 當你的分母變小的時候 你的分子就會變大 分子所占的比例就變高 台灣的高死亡率 是不是因為我們根本就一直不願意去檢測 才造成了太多的黑數沒有被抓出來的一個結果 那到現在中央還在那邊推山主事 還是不肯進行全面性的這樣的一個廣塞 不願意去把真正的潛藏的病原找出來 你不願意找出來的結果就是會有更多人的死亡 就是會有更多的黑數不斷的潛藏在集中 就是這個散播我的源頭 我們永遠沒有辦法解堵住 所以政府不要在每天滿腦袋想的只是宣傳 每天滿腦袋想的只是政治 每天根本枉顧人命 台灣每天要死二三十個人以上 已經連續兩天死三十多個人了 光是死亡到底是不是正確的數字 其實國人大眾都多有質疑了 你們還要繼續用這樣掩蓋的手法 這樣去欺騙老百姓嗎 我建議政府要趕快進行全面性的廣塞 趕快把病原找出來 如果再不這樣做的話 台灣的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險 再加上我們現在沒有疫苗來救命 請問一下你怎麼保證兩千三百萬人的安全呢 所以政府不要在每天滿腦袋 只是想著政治 只是想著意識形態 救人民是你當一個政府官員 最重要的責任也是你的義務 如果你沒有辦法盡到你的責任跟義務 那你趕快滾下台